台中新增了三例确诊个案 其中有两例是其他县市确诊个案的朋友 另外一名是大坑的笋农 他是30号到大坑国小快筛站检测师阴性 但是他属于高风险的对象 后来又经过PCR检测之后确诊感染 台中疫情似乎有趋缓 2日有三例确诊 其中一例跟目前最大传播链 大坑家族群聚有关 本能怀疑他有一些接触是高风险 所以同步有做PCR核酸筛检 就核酸筛检验出来是很弱的阳性 案898863岁男性是一名损农 5月27日曾到东山黄昏市场卖竹笋 30号到大坑国小快筛站检测阴性 阴属高风险对象在经PCR检验确诊 而案7527的次子居家隔离时出现状况 裁检后也确诊还未零号 另外两个案例 广告公司员工因为女友在高雄确诊 美甲师则是彰化确诊案例的友人 在台中的足迹不多 不过市府也有新的担忧 双北发生长照机构群聚事件 台中市严正以待 防疫工作做得再怎么好 都是治标 最重要还是要治本 那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注射疫苗 所以关于这两个族群来讲 就差不多要两万两千人左右要需要注射 台中市社福机构共7970亿人 照护机构有181家 14302人 中央日前分配给台中市的疫苗 17500剂已经打完 大家都在等着一剂 陆秀燕再度摆脱中央 快点给疫苗 记者中部 中央报道 中央报道